前总统陈水扁20日道章话与一边一国连线成员座谈 出席议员表示 陈水扁但心受大环境影响 近日多拨民调已显示绿营基本盘不表态 如果不把支持者稳住 年底不出来投票 将冲击中台湾选情 甚至会影响2020总统大选 陈水扁与中章头议员与参选人会面 对中台湾选情相当关切 出席议员表示 很多民进党支持者现在都奠奠 氛围就跟四年前国民党支持者一样 如果绿营基本盘不出来投票 让他优先民进党选情 陈水扁对出席的议员与参选人说 年底选战仍然是决战中台湾 现在的民调数字看起来 民进党支持者都倾向不表态 万一最后不出来投票 会冲击选情 大家要把支持者稳住 根据转述 阿扁对台中市长选情很关心 他强调要让台中市长林家龙连任成功 不然会影响2020总统大选 他也分析时代力量崛起 会瓜分民进党的票源 首当其中的就是基层议员选举 前总统陈水扁左语中张头一边一国连线成员会面 陈水扁担心民进党支持者都奠奠 会冲击中台湾选情 要大家稳住基本盘 图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提供 分享 前总统陈水扁左语中张头一边一国连线成员会面 陈水扁担心民进党支持者都奠奠 会冲击中台湾选情 要大家稳住基本盘 图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提供 分享 下期待 下期待 下期待